詞曲 李宗盛 谢谢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段落 一开始的时候 他说以法连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家 他对母亲说 你乃一千一百四项 银子被人拿去 你因此就座并且告诉了我 看那这银子在我这女 是我拿去了 他母亲说 我以啊怨言和啊赐福与你 好 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故事的起头的时候 就是发生在以法连 在以法连山地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米家 刚才有Michael和我们分享 这个米家的名字的意思就是 Who is like God 就是好像神一般有神的形象 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名字 这个米家就和他的妈妈说 他说 你乃一千一百四项银子被人拿去 你因此就座并且告诉了我 看那这银子在我这女 使我拿去了 有一天他就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他的妈妈在那里发奏了 然后这个米家就自己来到妈妈的面前 其实这个意思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你在我的面前 在那里不断就座就座 因为你不见了 一千一百四项银子 所以这个儿子就告诉你 你不用再就座了 因为你只是我拿了他 妈妈听完之后 他就说 我宜啊 怨爷和赐福与你 是不是很奇怪 这个儿子如果拿了妈妈的钱 为什么不事先和妈妈说一声呢 自己拿 拿完之后 然后听到妈妈在他面前发奏 应该是奏座拿他钱的人 偷他钱的人 他以为是有财 听到这些奏座的声音的时候 这个儿子就告诉你 你不要奏座了 你不用奏座了 你的钱在我身上 是我拿了 听完这句话之后 妈妈的反应更奇怪 她说 我宜啊 好像很欣赏的 冤言说赐福与你 意思就是 你真的感谢主 愿神祝福你 你是一个诚实的孩子 是不是真的诚实呢 如果真的是诚实的孩子 应该拿的时候就和妈妈说 好了 我们先解决一个问题 究竟1,184克力的银子 有多少呢 因为有时候 我们历史时空相距太远了 我们不知道 究竟1,184克力的银子 有多少钱 1,184克力大概就是12.5kg 就是有12.5kg 这个kg那么重 大概就是27.5磅 就是二十几磅的银 纯银 可能你听到重量之后 也不知道究竟多少钱 那我们其实同一章圣经 后面有讲到的了 那后面呢 就有一个利美人 他要请他的时候 就跟他说 他请你的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 每年给你十石核磅 每年 我相信呢 我相信呢 到后面呢 就是他们提供给这个利美人的薪金呢 应该算是挺优厚的 所以这个利美人很开心的嘛 就接受了 那就是说呢 年薪就是十石核磅 那这个妈妈 就是米家从他妈妈手上拿走的银子 是一千一百石核磅 那你把它随意拾的话呢 就是一百一十年的人工 那你说少不少钱呢 当然不少啦 就是如果老老实实打了一份工 一百年都赚不到一千一百石核磅 还要加到十年 就是一百一十年 你有一百一十岁的命 还要是working life 你才可以赚到一千一百石核磅 所以这个妈妈是不见了很大笔的钱 这个儿子不是说 刚好想出街身上没有赚钱 在妈妈的包子里拿着五元 顶着当先 所以听到妈妈在那里 在骂人又在发奏 所以就跟妈妈说 妈妈我拿了那五元 我出街没钱 之后给你了 如果是这样 妈妈的反应都不足为奇 你想想想 如果你的儿子出街之前 把你一百一十年的积蓄 带走 就是拿了 那是什么事呢 所以你就看到 这个究竟是什么的世代呢 这个是非的观念 完全是扭曲 扭曲到一个地步 这个妈妈应该真的不懂教儿子了 这个妈妈竟然是非都分不清楚 只要这个儿子拿出钱 就是好儿子 就是乖儿子 而这个儿子又更加奇怪 眼中真的只有钱 可以把妈妈这么大笔钱拿走了 这笔钱可能是她妈妈一生的积蓄 甚至是养老金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故事已经是一个很奇怪的背景 我们再看下去 第三次 米家就把这一千一百四下落的银子还她母亲 她母亲说 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瑶华 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 现在我还事交给你 米家将银子还她母亲 她母亲将二百四下落银子交给银帐 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 安置在米家的屋内 这个妈妈就跟她儿子说 她说冤瑶华赐福给你 然后米家将那些钱给她母亲 她母亲说 其实这些钱里面 我有些是分出来 为你的缘故要献给耶和华 本来如果为他的缘故 要献一笔银子给耶和华 不错 但我们留意后面是什么 献给耶和华 但是很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 不错 欠给耶和华 这个钱不是交到神的手中 不是带到会莫来献上 如果是的话 不错 她是怎么 她说要欠给耶和华 但是欠给耶和华 就是欠一个偶像 铸成一个像 只不过将这笔钱 变成一个银像 那银像在哪里 银像会放在哪里 银像就是放在米家自己的家 那你可能也没有什么感觉 我们再用一个贴身的例子 有日神感动你 你觉得你需要奉献一笔钱 但是手上没有什么现金 然后你就想起 不是啊 我结婚的时候 有一大堆的龙凤额 Gilly Clark 平时放在这里又没用 放在保险箱又押订 不如拿来奉献吧 是不是很好 然后你就说 不是啊 这样奉献也很怪的 不如这样吧 就拿去金袍 把它变成一个十字架的形状 就很大了 打成一个十字架之后 就掛在自己家的厅上 然后就做一个祈祷了 主啊 那这一笔的金我奉献给你 从此交在你的手上 那是怎样呢 就是你的那笔金 放在保险箱那里 现在就把它变成一个十字架的形状 挂在自己家的厅上 那这笔金从左边就搬到右边 从左袋就搬到你自己的右袋 然后你就说 神我给了你了 这个 如果是这样的做法的时候 可能神也会问你 你以为是创造天地的神智像吗 就是你把左袋放在右袋 然后就告诉你 不是啊 现在变成一个样子的了 之前是一堆的 A pile of silver 但现在它把它变成了一个 变成了一个像 这个像就是你了 变成了十字架 十字架就代表你了 所以就等于给了你了 喂大哥 但仍在这个袋里面 所以你看到这件事 它古怪之处在哪里 先不说 这个古怪已经是其一了 其二就是 如果你真的献给耶和华 为什么会变成了一个像呢 很明显 它就没有听我们上星期的十字架 不可以为自己做任何的偶章 仿佛天上地下水里面 所有的任何的东西 但是它说 要将这笔钱献给耶和 但是就变成一个像 变成一个像之后 就放在自己的家里面 这是什么献制 这个献制是 以色列从来都没听过的 在这个以法连人自己发明出来 或者他妈妈的聪明智慧想出来 其实就等于做了一件事情 然后就想塞着上帝的口 但是这个做法就完全 我想他不做 可能神也没那么生气 如果我们送一件礼物 给人送到一个地方 你不送由自可送完 因为别人会扯火的 你不如不要送更好些 你不奉献这笔钱 相安无事 如果你奉献出来之后 但是又做的事情 完全违背神的心意 甚至是惹神发露 这个奉献 本来奉献是 是蒙神祝福 蒙神赐福 但是原来有些奉献 是奉献还好一点 奉献完之后 反而惹来神的愤怒 因为我是记者的神 这个奉献打破了 神和以色列之间的十戒 并且将一个招就座的东西 放在自己的家里 究竟我们做的是什么 可能你会觉得 喂 很夸张 这个米家 这个乙法连人 他们的信仰可以堕落到这样的地步 但是今天 在我们的现代社会里面 其实我们有没有做类似的事情 或者相同的事情 其实这个背后的心态是什么呢 第一是带着贪男来服侍 又想奉献 又假作奉献 在奉献的事情上 欺瞒上帝 蒙运过关 我们有没有呢 我们有没有跟神说 如果你怎么假设 我自己作一个故事出来 神如果你帮我找到一份好工 或者现在疫情 很多人很担心 你自己心里和自己说 神如果你保守我的工作 十分稳妥的 我就奉献给你 那好了 事日过去了 到最后你真的有一份好工 又或者 神真的保守你了 份工一直都很稳定 但是你答应过神的事情 有没有做呢 没有 那其实是同样的一个心态 其实奉献是要甘心乐意的 如果你不甘心不乐意 不想的话 神不会逼你的 可以的 没问题的 即是 一千一百四下能的银子是你的 你怎么去处理 就怎么处理 相低 怎会眼红你手中的一切 坦白说 你手中能够有能力 赚取这一千一百四下能的银子 岂不是耶和华赐福给你 他给你有健康 给你有智慧 给你有各样的祭遇 让你可以累积财富到今天 神是乐意赐福给你的 就像我们这样 我们给了些零用钱给小朋友的时候 你会不会侯着他的银包 我想不会有爸爸 说 儿子这一百元给你做 今个月的零用钱 然后你就不停盯着他的银包 然后很想拿回 会不会呢 当然不会 怎会有这样的父母 就是我给你 就是很乐意的 所以这一千一百四下 上帝祝福你 赐福给你的时候 其实你怎么用 本来没问题的 但你又要 一方面又要 告诉神 这个是用来奉献给你的 另一方面 你又保持着那笔钱 那是怎样呢 上帝就说 大哥 你一是一二是二 你是不是不是 你给就给 不给就不给 是吧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 口边更大的问题就是 你给出来 竟然是做了一个神像 这个神像 是当灭之物 野神法路的东西 你把它做出来放弃 而且他用了多少钱呢 他用了 用了二百四下的银子 做了一个偶像 这个二百四下的银子 刚才我们说的 一年的年薪是十 二百的话就是二十 就是他用二十年的人工 你想像一下 今天如果 我不知道你的红布仔 打开 有没有你年薪二十倍的积蓄 如果有的话 年薪二十倍的积蓄 应该够买房子 对不对 这样香港人就会有感觉 就是说 他拿出来的钱 是足够买一层物业的钱出来 做了一个帐 你想想这个帐 多少人害怕 所以这个帐 其实是非常吓人的 如果用今天香港的物价 可能二十年的人工 我不知道 二十年的人工 你当中产 这个人应该收入也不错 中产 中产 当他三万元一年 一个月 找人帮我计算 三万元乘十二 再乘二十 是多少 多少钱 七千二百万 是七千二百万 是否够买房子 七百多万 七百二十万都够买房子 买个小小的单位 但是他拿这七百二十万来 变成一个神像 你想想如果今天用香港的社会 如果你可以一出手七百多万 做一个神像 那神像会有多大呢 那神像会有多漂亮呢 那你可以想像 所以他用了这么多的钱 就是做了一个帐 然后安置在米家的屋内 就把这个帐 放在自己的家里 第五节 米家有了神堂 又做以忽德和家中的神像 分派他一个儿子作祭司 第六节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皇国人任意而行 因为妈妈给了这二百社克力的银子 他就做了一个神像 做了一个神像 放在家里之后 从此米家的家里就有了神堂 然后又做以忽德和家中的神像 所以除了这个神像之外 米家应该自己有银河包 又做多了不知多少个像 总之他现在 这个以法连人的家里 你现在一进去的时候 就像一个庙子那样 有一尊、两尊、三尊 不知道他做了多少尊 然后做了以忽德 那怎么样 以忽德要穿在人身上 所以他就分派一个儿子作祭司 他就找他自己其中一个儿子 这个米家的儿子就是他妈妈的孙 于是乎米家从此就有了神堂 神堂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建了一间庙 建了一间庙之后 就找自己的儿子做庙祝 我不叫他做祭司 因为祭司不是这样的 所以他就等于 那个神堂也是古怪的 真的建了一间庙 你看到这一节 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会发觉 究竟他是不是以色列人 是不是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究竟他是不是以色列人 他那本圣经是怎么写的呢 他从小到大读经 究竟读了什么东东出来呢 那你就可以想象到 可以知道 这个世代的属灵光景是多么恐怖 所有的东西都错了 错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 雕刻偶像 错 把偶像放在家里 二错 在家里建了一个庙子 三错 如果你要朝建业 有这么大的会幕在那里 你见过会幕 你都知道神不要我们建庙子 有时候你看到这里 你就会明白 神为什么要用会幕 来和人相会 不是用庙子 神就是要告诉所有人 不是这样的 神不是你想象中这样的 全世界所有的宗教 都是整个庙子出来 在以色列人 整个帐幕出来 古古怪怪 帐幕所有的东西 都是按照神的样式 按照神的心意 神是要在会幕 在这个年代 要在会幕里和人相会 会幕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形象 是吧 但是这个已经错了 错了一个地步 还弄了一个庙子 弄了几个神像 然后立自己的儿子作祭司 他是以法连山地的人 所以他是属于以法连之派 他的儿子当然是以法连之派 但是神简算作祭司的是利未之派 所以错了 地点又错 雕刻偶像也错 立这个梵文作祭司 所有的东西 其实都是神所讨厌的 你做一件都已经够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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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你想想 这样 我们用这个又是现代的 如果你顶撞爸爸一句 你都已经够了 你总是一言九鼎 顶完一句 再加一句 加一句 还怕你不用再弄多一句 其实是怎样 你很想见到爸爸升你一巴掌 你就会安心 舒服了 是不是这样 说过 八字黑字 寫了给你 就算你说盲 读得不清楚 你去过会幕看过 大佬 那你还整个神堂出来 你在会幕何时有见到像 在里面 可能他说 不是 我没有进过里面看过 但是你怎样都好 你都知道 其实你很难想象 他怎样都知道 只有利美人可以做祭司 究竟他是不是完全不知道 我们一会看下去就知道 所以你就发现 这个人究竟在做什么 到最后 神只能够用一句的讨论 来形容整个的世代 我相信这个米家 只是这个世代里面 其中一个代表 寫了下来 应该这样的事情 比较街市 这样的类似东西 在整个以色列 应该很普遍 为什么他妈妈和他 会想到做一个仗 就是说 把这些钱给了耶和华 相信他们一定不是首例 是不是 要不然你怎么会这么有创意 大哥 这个创意从哪里来的 应该都是跟风 人家是这样 我们就这样 可能整个以色列都有仗 又或者 我要收回刚才那句 都不顶 可能他去到会望去看的时候 会望也有旧东西 所以他说 原来耶和华是这样的 所以他回家做得比较小一点 或者怎么样 所以整个世代 去到第六节 神只能够这样形容 那时 即是这个士师的年代 以色列中没有王 各人任意而行 就是各个人都随自己的私欲而行 没有了标准 没有了界事 没有了属神的真理的范畴 在里面 他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这个世代 是一个淫乱的世代 是一个贪婪的世代 既要神又想捉住世界 甚至捉住世界 放下神 但是 就偏造一个藉口 告诉神 我没有放下你 我其实是很爱你的 但是真正爱的是神 从这个银子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出 1,140元 是吧 然后呢 其实你就知道 整件事的核心就是这笔钱 是吧 所以这笔钱 其实就是代表我们的贪婪 代表我们的捉住世界 既然捉住了世界 但是又想捉住神 所以呢 就在里面 就分了一部分出来 就是说要欠给神 但是欠给神 又不是真正欠给神 其实只不过是 随便找一个藉口 然后呢 敷衍了神之后呢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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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东西 是吧 这个就是那时候的时代 圣经真的没有他办法 只能够说 就是各人任意而行 各人随从自己的情欲 随从自己的贪婪 随从自己的心中所想 来到自己作心中的王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那个王的宝座 其实是自己高高坐在上面 耶和华都不知道放在哪里 是吧 真的也觉得不行 真的要有耶和华的粉 所以就做个仗 来代替耶和华 为什么 那个仗我控制的 那个仗我拿钱出来做的 我喜欢放在左边就放在左边 我喜欢放在右边就放在右边 可以自己来摆布 还有这笔钱我做了的仗 说她是神之后 其实还是留在我自己的家 究竟这个妇人的总资产 有没有少过呢 除了她做的仗 可能有些火候之外 其实没有少过 都是在你手中 那算是什么呢 这个奉献究竟是什么奉献呢 这个就是 好 我们再看后面下一个大段 语大伯利行 有一个少年人 是犹大族的利美人 他在哪里寄居 这人离开犹大伯利行城 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 行路的时候到了二百年山地 走到米家的家 米家问他说 你从哪里来 他回答说 我从犹大伯利行来 我是利美人 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 好了 这件事情再发展下去 我相信这个米家 自从家里有了这个神堂 有了这个像之后 他觉得自己威士忌 就朝朝朝朝朝朝去祝日 有一天 伯利行有一个少年人 就来到了 他是犹大族的利美人 犹大族的利美人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是住在犹大的领域里面的利美族 其实利美族是散居在十二支牌中 当中在每个支派里面有些地方 给利美人去居住 而利美人也负责 来到在那个地方 大厦神的同在来服侍 他们主要负责会堂 甚至是讲解圣经 教导人进行律法等等 但这个是属于犹大支派 就是散居在犹大支派里面的利美人 有一天他就离开了犹大伯利行 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 为什么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呢 简单来说 他在犹大族里面找不到食物 所以他就要找一个地方 重新找一个地方来落脚 找不到食物 不够 没有工作 这样又够奇怪了 其实利美人不会没有工作 因为按照圣经的系统 十二支派会供应利美支派 如果只要大家都进行十一奉献的话 利美支派是绝对没问题的 其实因为利美支派的工作是最稳定的 所有行业都受到冲击之后 最后受到冲击的才是利美人 正常来说 但是这是一个畸形不正常的世代 所以利美人就没有工作了 这个利美人就想移民了 就离开了这个百里行 周围去周游列国 看看有没有哪里有好路数 有没有哪里有工作 他要找一个可绝的地方 走路的时候 不知为什么走着走着 就走到以法连了 所以你看见 整个的利美系统都已经崩坏了 利美人要离开 来讨讨讨其他人的生活 这个也是反映这个世代最大的问题 今天我们原来要好好珍惜利美人 好好珍惜这些愿意放下世俗 服侍神的人 因为这些人能够守住他们的本位的时候 神的平安赐福就临到 如果他们不能够守着 服侍神的这个位分的时候 你看到整个社会都乱了大路 其实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走到 斯斯基今天这样的状态呢 就是他们当中的祭司利美人 没有发挥那个功效 神的律法 神的律例典章 没有办法传下去 其实神的律例典章 神的话语是怎么去到以色列人当中 其实就是靠这些利美人 就是靠他们这些 的传承和教导 既然这个系统崩坏的时候 你就可以想象 所以各人任意而行 没有枉管 你喜欢怎样就怎样 因为都不 就是怎么说 星期日港台荒凉 譬如如果用今天来说的话 就是所有的牧者 传道 国宾前程 港台一片荒凉 接着教会里面又荒凉 我想当时的会幕 都可能都是这个光景 就是常常拍污英 这个利美人 为什么要离开这个犹大地呢 就是拍污英拍到一个地步 自己都养不住自己了 所以就要另谋高就 今天教会都可以这样的 是吗 教会方良 体影子妹不知走在哪里 就是夜夜新歌多姿多彩 旁边的旁边 去语的去语 不回教会 不守着神的道 神讨又不听 星期日的信息又不听 你不听得多的时候 你就是自己的是非标准 所以各人任意而行 久而久思 究竟神是怎样的呢 很久都没有听过 究竟神是怎样的呢 其实本圣经已经封了 尘摆在书架上了 几年都没有揭开过了 你慢慢慢慢 你怎会知道 你怎会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你所做的事情 你怎样能跟着上帝的法质和标准呢 所以这些荒涼 这些崩壞 就造成了这个局面 这个少年人来到二法年山地 他就机缘巧合 就走到米家的家里面 然后米家就问他 你是哪里来的 他就回答他 我是犹大伯利行来的 我是利美人 要找一个可以住的地方 其实利美人就算他去了另一个支派 都不用去找一个住的地方 利美人有利美人聚集的地方 利美人有利美人专属的地方 他去到哪个支派 只要打听一下 你们这里 利美人的地方在哪里 利美人没有产业的 是在各个支派里面散居的 所以每个支派都会挖出一个地方 给他们 但是产业不属于他们 所以他只要入城就说 我是利美人 请问这个以法连支派的利美人 在哪里 有人会告诉他 正常 健康的话 他就去到那里 跟利美人一起生活 然后负责他们日常的事务 大厦神的话语 教导 抄写圣经 这些是他们的工作 但这个利美人来到以法连山地 其实他已经离开了犹大 证明犹大不多 然后来到以法连的时候 他就走了去米家的家 不是去找其他利美人 所以已经去到一个地步 可能这些支派里面 究竟利美人在哪里 都没什么人知道 又或者就算告诉你 利美人在哪里 这个利美人都不想去 因为可能都是同样的 大家都有方良 你又方良 我又方良 你这个教会又方良 我的教会又方良 你这个教会只有个小猫三两只 我的教会也只有个小猫三两只 所以读完神学 毕业出来之后 都不知道找什么好 每间教会都告诉你 喂大哥 我搞得自己已经很好了 你来的时候 我去哪里找多份工资给你 过去吧 所以你弄一弄一弄就变成这样了 你不要觉得很好笑 但今天其实很多欧洲的教会 很多其他外国的 很多地方的教会 的确确是这样的 教堂大得不得了 很漂亮 有些是上百年建筑 几百年的建筑都有 但是一到主日的时候 连诗琴都找不到出来 一到主日的时候 除了讲道的那个之外 下面一看下去 这么大的会堂 可能两个人 三个人 有十个人都算不错了 那两个人 三个人 十个人还要全部都是六十岁以上 七十岁以上 年轻的一代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各人任意而行 成为一个不敬不乾的世代 这个就是当时以色列的光景 不要以为离我们很遥远 其实离我们很近 只要我们真的对神的话语 不认真 乱来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就走到这个地步 好了 这个李美仁就告诉你 我是李美仁 第十节 李美仁说 你可以住在我这里 我以你为父为祭司 我每年给你十石鹤的银子 一套衣服和到日的食物 李美仁就尽了他的家 李美仁一听到的时候 他就说 你是李美仁啊 既然你有过路来到我家的时候 你不如就留下来 我以你为父为祭司 我当你是老爸这样来照顾你 然后我每年给你十石鹤的银子 一套衣服和到日的食物 即是包你三餐一宿之外 每年给你一套新衣 然后每年十石鹤的银子 但这个条件前面的前提是什么 我以你为父为祭司 所以可见这个米家开出来的条件 应该是相当吸引的 即是比老爸这样 所以这个人工绝对不低 这个少年人一听的时候 就很开心 就尽了他的家 就住了下来了 但是呢 这里也看到另外一件事就是 究竟米家知不知道 应该要找李美仁做祭司呢 他是知道的 不然他不会开这么优越的条件 来留住这个李美仁 如果他是知道的 为什么他之前 又找他自己的儿子来做祭司呢 你要找一个李美仁 以法连知派里面 都应该有不少失业的李美仁 你又不找 然后这个过路的人 你就突然间又拿着他 所以这个时代的人 做事就是鼓鼓挂挂 乱七八糟 一片混乱 一片的参集在里面 所有的东西 完全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这个爱乡人 就来到米家的家里面 就进去了 十一节 李美仁情愿与那人同住 那人汉者少年人 遇到自己的儿子一样 这个李美仁就很心甘情愿地与他同住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个十四颗的银子的确是很吸引他 终于找到一份笋工了 就是升职加人工 可能是翻了一个double也不顶 所以这个李美仁开心得不得了 而这个的米家又很喜欢这个少年人 可能这个少年人 就是山得一表人才 比他们以法连之派的更像样 还有他是从犹太之派来的 犹太之派出名 就是在十二次之派里面的叫做威 还有就是这个犹太之派的赞美很厉害 像少年人遇到自己的儿子一样 甚至当他是契仔一样 就很信任他 当然这个米家就想了 后面十二次他说 米家分派这少年的利美人作祭司 米家分派他作祭司 喂大哥 他极其量都是利美人而已 祭司也不同 祭司是利美人 但还要是亚伦的子孙才可以做祭司 所以你看到这个家庭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错 乱了大郎 好了 其中一个东西修正了 就是终于不找他自己的儿子做祭司 找回利美人 但利美人你还要看他是不是阿伦的子孙 他又不管 总之是利美人先顶住 这是什么信仰呢 给神的所有东西先顶住 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北美的时候 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 很多电影师妹应该这么说 那时候我们的教会里面 有四张梳化 四张都不同颜色 不同风格的 是不是很有创意 当然不是创意 因为那时候教会就是这样 就是电影师妹会来奉献的 我想奉献这张梳化给教会 好啊 教会真是好啊 反正有好过没有啊 所以就奉献你了 所以很多时候 那些弟兄姊妹就是怎么样 自己家里要换家具 不要那件就给教会了 自己有几个儿子出来读书了 那些就做医生 做律师 读不成书的就做传道 就读神学 然后就跟神说 神我把最好的奉献给你了 我把我自己的儿子奉献给你了 是不是真的奉献呢 你是怕他找不到吃 是不是 然后是不是真的奉献呢 因为我要换身家具 所以好的放在家里 烂的就拿去教会 结果教会收了一大堆 就是弟兄姊妹不要的东西 好过 就是扔出去还要找人搬 放在仓里又要给仓租 给教会就刚好 传到别人来搬 接着就放在教会 所以教会的家具一件件不一样 这个是我们以前的教会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 难怪我们的熟灵光景一片的方亮 这个时候 米家的家 其实那个奉献心态都是一样 他对这个少年人非常好 但是所做的事情 他完全不是把最好的给神 也不跟神的指示 不跟神的心意 分派这个少年人做祭司 他就在米家的家里 米家说 现在我知道耶和华 必是福予我 因我有一个利美人做祭司 这个米家还说 现在我知道 一定要赐福给我了 因为我有一个利美人做祭司 哇 威乐 现在我知道神一定赐福给我了 你看看我家里有神像 有神坛 有神堂 现在还有一个真正的利美人在我家里做祭司 神你还不赐福给我 是的 神真的赐福给你 这张照片燒了他 你想想 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去到干犯神的律法 但是在心里面还可以说 这一次神一定赐福给我了 我们把赐好的献上 我们把神的东西放上来之后 我们心里面还在认为 神你这一铺一定赐福给我 你看看我奉献给你 你看看我有利美人作祭司 但是我心里面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究竟在这个以法利人米家的心中 神大一点还是利美人大一点呢 你要奉献给神 拿二百四盒纳钱出来 做一个仗放在自己的家里 但是 这个利美人来到你家里的时候 你每年给他十四盒纳钱 是放在他的袋里面的 神究竟在哪里呢 尊重人多于尊重神 看重人多于看重神 有外表的行为 没有内心的实质 还要想尽办法来推唐神 塞着神的口 做了一些表面上的 仪式上的行为 就以为是服侍了神 利美人不像利美人 以色列人不像以色列人 这个就是当时的世代 丁姐妹今天我们要好好地 来去检查我们的心 究竟我们有没有守着神的道 如果你是利美人 如果你是已经信主的信徒 不要为了钱来服侍神 我们要站在我们的位置 守住我们的本分 不要看人比神更大 不要对神孤寒 对人大方 要对神大方 这样的事情 才是真真正正的爱神 站在正确的位置 特别我们当中的同工小长 我们真的要去检视 不要为着 福师就不要看钱 要看神的同在 要看神的心意 这样才是真正 要看神长久蒙福之路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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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 渴望与你在海中相遇 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先给你 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 我更远写起一切跟随你 每一天渴望与你在海中相遇 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先给你 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 我更远写起一切跟随你 我眷眷念心想的走火起你 已情节的心 淡淡是风铃 愿你执意 正确在我的生命里 就是你愿意 就是你愿意 暂光我一生 将我穿了 心想的走火起你 已情节的心 淡淡是风铃 你愿意 你愿意 存在我的生命里 就是你愿意 你愿意 每一天 每一天渴望与你在海中相遇 再一次三复在你 再一次三复在你 带来荣耀你 唯有你是我的男人和恩友 我更愿意 我更愿意 一生清白 荣耀你 每一天渴望与你在海中相遇 再一次三复在你 带来荣耀你 唯有你是我的男人和恩友 我愿意 一生清白 荣耀你 将我穿了 心想的走火起 已情节的心 我愿意 我愿意 你愿意 你愿意 存在我的生命里 我愿意 你愿意 我愿意 你愿意 你愿意 存在我的生命里 你愿意 就是你更新 讲过我一生 你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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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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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主 今天当我们来看事实记 当我们来看 米家一生的时候 主我们真的知道 是 我们的生命都参集 我们的生命都 软弱到好像米家一样 参集 在我们的里面 口说是服侍你 口说 是很想去到 去全心全人的 欠给你 但是我们却是为自己 雕刻偶像 就好像米家一样 就好像当时整个以色列地一样 那时以色列中 没有王 各人任意而行 主啊是今天的清神 我们来和你承认 主啊 我们口说全心全人 欠给你 敬拜你 但我们里面都参集 我们里面都没有以你为王 我们都以我们自己的旨意行事 我们都任意而行 弟兄姊妹 可没有这一刻 在我们回转反省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思想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的参集 我们为自己雕刻的偶像 好吗 今天 以米家 成为我们一个的借镜 去映照自己的生命 我们有没有这样 我们有没有像米家一样 口说服侍神 口说尊荣神 但是其实 我们是在做自己的庙 我们拥立自己为王 我们无敬拜神 好吗 我请你 是家中的大兄姊妹 跟着我一起来反省自己 当我们反省的时候 如果我们真的知道 都是我的光景 我们就开声来到 求神赛免 我们也都在今天的里面 立志来到回转 鼓励 在家中的大兄姊妹 我们现在可以安静下来 我们找一个好的位置坐下 我们就来反省我们自己 米家为自己雕刻偶像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什么成为我们的偶像呢 我们以为为神做的 但却是为自己的 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金钱已经成为我们的偶像呢 我们以为钱是奉献给神的 就像米坚一样 我以为用200克弄了那个偶像出来 是欠给神的 我们每个礼拜的奉献 是真的因为我们甘心感谢神 而欠给神的 是真的因为我们要守神的戒命 将十分之一献上给神 所以我欠给神的 还是我是为了祝福呢 我是怕我没有欠这十分之一 神就不赐福给我了 我欠这些的奉献 是否真的金心乐意 以感恩多谢神来欠的呢 还是我是因为面子呢 觉得我欠得多给教会 奉献得多给教会 我在教会的地位就不一样呢 我们的奉献 有没有参集呢 金心乐意的 还是只为自己的益处 金心乐意守戒命的 还是为着面子呢 我们的奉献 可否呢 我们为着自己的奉献来祷告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参集了 我们向神来认罪 我们今天就回转 除了是奉献 我们有没有一些东西 我们以为在服侍着神的 我们每个礼拜在教会里面的服侍 或者我们已经是小组长了 我带着小组了 我以为在服侍着神了 但是我们却是以事工 成为我们的偶像代替神 因为这些的服侍 很能够让我有满足感 我去竭力服侍 因为这些的服侍是我喜欢的 我去做 因为这些的服侍得到掌声 我去做 因为这些服侍让我有面子 有荣耀 我去做 原来这些都是参集 而不是甘心的 为了感谢神 为了感谢神给我的生命 让我这一刻活得这么好 我去以感恩 献给神 特别的 是利美人 是我们自己 我们每一个同工 今天是我反省服侍的时候 我是用我自己的心思 我自己的想要来服侍神 为掌声去做一些的服侍 还是真心乐意的 不看自己 不看自己的荣耀 不看自己的所得 就单单为满足父神的心去做呢 我们作为同工的 我们的服侍 我们的服侍 是不是真的 每一日只是回来教会 开门 我都甘心乐意呢 不让人看见 我都乐意呢 甚至不是我喜欢的 但是神喜欢的 我都乐意呢 我们的服侍有没有参集呢 我们再去反省自己 我每一日的祷告 我是为着满足父神的心来祷告 满足神的想法来祷告 还是我的祷告 其实大部分 99%都是为着我的利益呢 我的想要呢 就好像米家一样 他为神建立这个 都不能够说是 是是是是电啊 一个一个庙啊 是为自己的 我的祷告是为什么呢 在我的祷告里面 是在神是我之上 还是我骑劫神呢 我要神满足我啊 当神在祷告里面 没有满足我的想法的时候 我是不是心里面就不相信神呢 我是不是就抱怨神呢 还是神啊 愿你的旨意成就 神啊 你说是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 今天是我们汇转的时候 弟兄姊妹 我们是不是只有敬虔的外表 但是没有实质的生命呢 迷家好像很敬虔啊 迷家为神建一样 建殿这样 还有个祭司 好像在这个世代很敬虔啊 但是他的敬虔是假的 他的敬虔是为自己的 他的敬虔是偶像来的 那今天我们的敬虔是真实的吗 我们每一天读经 是为自己的知识 为做给别人看我很敬虔啊 定话 我每一天的读经 是用来检视自己的软弱 检视自己的不能 我决定跟着圣经是改变 不是头脑上认识神 是在生命里面活神的榜样 真真实实的 去跟着神行呢 弟兄姊妹 我们有没有跟神行呢 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不是我们愿意跟神改变呢 我们的读经 是真实愿意听神讲呢 还是我断章取义呢 选自己喜欢听的来听 选自己喜欢看的来看 明明圣经说明是犯罪的了 但是我们就用很多的方法来圆了 就觉得没有啊 神是慈爱的嘛 神的慈爱 神是先恩典后真理的嘛 我的罪就被赦免 结果就让自己不断不断不断犯罪呢 原来 真实的敬虔 还是虚假的敬虔 神都知道 好吗 今天我们来反省 我们真实敬拜主 我们真实将自己欠给主 好吗 我请大家的节目 我们开声 刚刚我们带大家一起去反省的时候 我们开声 我们开声 来为自己的软弱来认罪 我们更加开声 为自己很想改变 不再虚假了 我要真实敬拜主 来同神呼求 神啊帮助我们啊 神啊帮助我们啊 主啊我们虚假 主啊我们假敬虔 主啊当我们看米家的时候 我们指责米家 我们说米家假 我们说米家做错 但是主啊 其实我们同样都错 我们和米家做的事是一样的 主啊我们不真认识你 主啊我们以自己的方法来 敬拜你 主啊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 服侍你 神啊我们是假的 神啊在我们心里 你也不是我们的王 主啊我们任意而行 主啊我的心里面没有和没有你 我任意而行 神啊你帮助我们每一个 主啊你听到我们每一个的讨告 主啊你听到我们每一个低兴之妹 每一个利美人的呼求 神啊你知道啊 你知道我们软弱 主啊求你帮我们 主啊你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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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回转 主啊以你为王 真实的敬拜你 真实的服侍你 不再是以自己的心去行 而是以你的心去行 弟兄姊妹好吗 这一刻呢我想请你们 一起在家里面一起举手 畏着香港的利美人来祷告 在米家的世代 其实我们真的看到 利美人不像利美人 祭司不像祭司 神的到方良 以至这么多离谱的事情就发生 但是今天香港呢 今天香港的教会呢 我们是否真的可以 好好站直地跟神说 神啊我们直啊 神啊我们真的跟祢呢 我们是否真的没有断章取义呢 我们是否真的每一个服侍的 都不是为钱不是为权 单单服侍神呢 好吗大兄姊妹 我们利美人都是软弱的 我们很需要你们的祷告 好吗我们请家里的大兄姊妹 一起来举手 为香港众教会来祷告 为香港所有的传道牧者来祷告 为我们每一个利美人来祷告 让我们坚守本位 坚守神的道 以神的道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第一 我们是我们的行先 我们不为钱 我们不为权 我们就单单专心服侍神 好吗我们开声来祷告 我也邀请我们所有的同工 为自己祷告 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坚守本位 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要参集 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要看见钱 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要看见权 我们的生命就要谦卑的 我们单单专心跟着神 我们以神的道为我们的生命 一生的第一 我们就来传讲真真实实神的道 好吗我们一起来开声 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要看见 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要看见 我们的生命里面不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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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都是要全心全人的 欠给你成为这个活祭 主啊你让我们的心是清洁的 我们的心是不参集的 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单单侍奉你 主啊世界不能够奪去 我们服务你的心 世界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偶像 站在你之前 主啊我们今天就要重整我们的生命 单单服务你 主啊我们今天再一次将自己 欠给你成为活祭 成为活祭 我们用一首诗歌成为我们祷告 成为我们的纳志 哈利路呀 将我却能 先算当作我记 以前见的心 单单是风铃 愿你执意 成为我身为活祭 成为我的生命 成为我的生命 成为你身为活祭 就算你更新 将过我一生 主啊要骑个牢 要我承认 让我承认 愿你承认 线线的住缩祭 灵 这些日子 以情结的心 淡淡是风铃 愿你只一 成为我们的生命 只剩你更新 讲过我一生 你只不如让我们一切 来到我们祷告 靠圣灵在这一刻 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圣灵我们呼求你 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将神的道 栽种在我们心里 让神的道在我们生命里 成为我们的唯一 亦成为我们的最高 我们的侍奉不要有参战 我们的眼睛不要定睁在钱财上 我们不要让神像 让一千一百四下的银子 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最高 主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你才是那个赐福的源头 主要你让我们心里面得着智慧 让我们真真正正的认识你 让我们真真正正的跟随你 我们不作不合理心意的事情 让我们将十戒 放在我们的里面 圣灵求你将十戒 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而不是在石头上 让我们从我们的心里面去爱你 紧守你的律例典章 让我们一生 行在列腰我们所走的道路当中 赐守我们的遗憤 以你给我们的遗满族 主我们多谢你 随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但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 我们今早上神讨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